自古描写玉门关的诗歌不胜美举 印象最深的莫过欲望之幻子 枪笛何须院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 为了亲眼去看看玉门关如今的模样 我们从敦煌室驾驶50公里 一路上都是戈壁没有尽头 令人绝望 今天的玉门关只剩下一座小小的建筑遗址 却在唐中晚期的诗歌里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历经匆匆跌跌的岁月 那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将士的骇骨 多少悲壮的故事 两千年云烟俱散 曾经的金戈铁马 古脚正名早已远去 至于阳关 它是王维笔下的另一种离仇 从玉门关连着汉长城50公里 就是阳关 如今也只剩下断壁残垣 但是阳关却给了我另一种惊喜 翻过这个山坡 就是这样一种豁然开朗 风大的像是要把我吹下来 吹不走的是千年的萧瑟 一步向西 下一站见